她有一天早上起来 就是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让我带她去医院 她头一天 她去钓鱼 连初天也冷 我感觉是累着了 或者是感冒了 完了我让她多休息休息 缓一缓应该就没事了 结果呢 她就因为这事 到现在她耿耿于怀 一直都心里不舒服了 因为这事还吵 都没听懂 这主持人我跟你说 我四十多岁啊 没住过院 没输过夜 身体医生特别好 到那天早晨呢 都感觉这个左手左脚啊 就都发麻 凶闷 说话就不是特别利索 我都跟她说呀 我说赶紧送我去医院呢 她没往心里去 我都赶紧给我大儿子打电话 后来我大儿子给我送到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 就确诊了脑血栓 其实主持人没有她说的那么严重 就是有一点轻微的脑血栓 数三天夜就回家休养了 这个女孩真是无知了 挺危险 就去得早 没有合余症啊 目前来说 恢复的还可以 这个要引起重视 我大致 心脑血管疾病 中年人的一个第一杀手啊 生命杀手 但是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那是无知 不是不关心 那不对啊 这么严重的病 她都不往心里去 过后我自己心里也挺愧疚的 就是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完了我这也是一直在弥补 再往回拉这个事儿 结果呢 就是说出院没几天呢 她就是立了一份遗嘱 写遗嘱了 家里他只有两套房子 他都给他大儿子了 而且这遗嘱呢 放到他大儿子那儿 咱就不说遗嘱的内容 就是这一件事 至于上升到这种立遗嘱的这个高度来吗 这是过日子吗 您是对他立遗嘱这个行为表示质疑 还是对遗嘱的内容表示质疑 两者都有质疑 他这人就是小心眼 就是小题大做 但是 这一阵生病了 就上升到立遗嘱的高度 行 我以前生病 我这身体一直都不好 我胆载了 因为胆经是把胆载了 身体不好 但是我生完我家这个儿子之后 气血会一直也没挑染过来 就我身体特别不舒服 我说你陪我去看看医生 都没有大一回事儿 这不就赌气吗 您当时是不是赌气啊 您说 这个成分多 因为没得过毛病 发了一回病 还是这么严重的病 他不当回事儿 我的心 后来他去照顾 我生病你也没当过回事儿啊 从来都没陪我看过医生啊 这等于就夫妻之间接了一个大疙瘩了 从那开始 各种各样的矛盾就该翻出来了吧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孟师语文历史的一面